在這邊墨鏡哥溫馨提醒一下大家 以下影片將會完全摧毀你對聖誕老公公的想像 所以如果你是全程的基督徒也好 或是你對聖誕老公公有那種不可言語污辱的崇拜的話 千萬不要繼續往下看好嗎 大家好我是莫菁哥 歡迎收看莫名其妙 這個代表節目給大家介紹新奇古怪或是神秘不可思議的事情 最近天氣真的很冷 莫菁哥在家裡也穿了兩件外套 一件就是莫菁哥拍片穿的綠色外套 另外就是這一件非常厚的冬天大外套 到了冷冷的季節 最重要的節日 當然就是那聖誕節跟新年啦 尤其是這個聖誕節在過大概七天一個禮拜左右呢 這個聖誕節就要來了 到時候呢 就有很多的男男女女們 嘿嘿嘿嘿嘿嘿 這個幹什麼啊 這個就不用莫菁哥多提了 嗯嗯 這不是在今天討論範圍內啊 那我們現在討論呢 不是這個聖誕節的男男女女們會去做什麼事情 我們要討論的是我們從小到大都一定聽過的一個人物 叫做聖誕老公公 我相信呢 在場各位應該有蠻多人是相信有聖誕老公公的存在 對不對 那就算你長大了 你不相信了 但是在你小的時候 或者是現在還在小的時候的小朋友們 都應該還相信有聖誕老公公存在 但是很遺憾的 今天莫菁哥要用科學來告訴你 為什麼聖誕老公公不存在的真正原因啦 那在這邊莫菁哥溫馨提醒一下大家 這個以下影片呢 將會這個完全摧毀你對聖誕老公公的想像 以及這個莫菁哥會有許多特殊的別稱去稱呼聖誕老公公 所以呢 如果你是虔誠的 可能是基督徒也好 或者是你對聖誕老公公有那種不可言語侮辱的這種 呃 這個這個崇拜的話呢 那千萬不要繼續往下看 好嗎 接下來的影片呢 只能用一個娛樂的心態去觀賞 好嗎 那我們馬上開始啦 在這邊再溫馨提醒一下 各位 如果你是小朋友 在許願的時候呢 你千萬別許一下說 你還有一個弟弟或妹妹之類的 如果你許下這個願望 而聖誕老公公如果真的存在的話呢 那這個招老頭很可能就會爬上你的母親 你的媽媽的床 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嗯哼 那就未可知了喔 好了 再來我們開始說說第一個這個聖誕老公公 可能不存在的第一個理由 這個理由呢 是從這個動物角度去看這個聖誕老公公 我們先不說說這個聖誕老公公如何讓他的這個巡路 或者讓他這個迷路 去跑遍全世界漂洋過海 飛天遁地的 我們就先不討論他到底怎麼辦到的 我們就先說說這個聖誕老公公要讓這幾隻動物 跑遍全世界的這個行為來看好了 你要這些巡路 要這些迷路 跑遍全世界 你要跑呢 不是虐觸 不然就是菁英改喪 所以 所以 光是第一個理由 你要幾隻巡路和迷路 跑遍全世界 這個就已經是 很離譜的一件事情啦 而且呢 也相當的邪惡 聖誕老公公如果存在 他一定是個壞人 蛤? 好啦 昨晚這點的墨金哥已經笑得花之丸論讚了 接下來這第二點 各位要好好聽了 第二點呢 是墨金哥接下來要講的 真正最主要的原因 那墨金哥會盡量忍住不笑 因為他實在是太over了 而且呢 也實在是太有科學根據了 這可能是墨金哥有史以來做過最科學的一次影片 我們都知道嘛 這個聖誕節就是只有一天 那這個 有許願的小朋友呢 在這一天可能就會收到這個聖誕禮物 那根據聖誕節只有一天的這個情況來看呢 這個聖誕老公公 他一年只需要工作一天 而且呢 他壟斷了全世界的市場 因為呢 他的職位沒有辦法被其他的人給取代 就像是 你不會看到有什麼 聖誕老伯伯啊 聖誕老叔叔啊 聖誕哥哥 聖誕姐姐 聖誕弟弟 聖誕妹妹 聖誕老師 等等 諸如此類的給取代 基本上這個人物的形象呢 就是一個胖胖的老頭 對吧 雖然由此推論 這個聖誕老人呢 他壟斷了全地球表面的市場 好的 再來根據全球人口調查的數據來看呢 全球大概有21個這個未滿18歲的青少年或是兒童們 那由於聖誕老公公呢 不會去理會那些佛教 道教 印度教 伊斯蘭教 或是回教的這個小孩子們 那因此呢 聖誕老公公只需要送貨給全球21個小孩之中 得大概15%的小孩而已 但儘管如此 這個聖誕老公公呢 在聖誕節當天呢 他需要送貨給1億 不對 3億 7800萬的小孩 好 再來根據另外一個資料統計 平均啊 全球平均啊 每戶人家之中呢 大概有3.5個小孩 如果假設每戶人家之中呢 至少有一個乖小孩 而聖誕老公就送貨給乖小孩 對不對 那麼聖誕老公公一共要去1億 800萬戶人家 他要去1億 800萬戶的家庭 去送他的小禮物 好了 要一個上了年紀的老頭子 去在24小時之內送貨給這1億 800萬戶的家庭 那實在是相當違反台灣勞基法規定的一個工作了 而且呢 也相當的過人道 但是呢 感謝地球的自轉 以及全世界有不同的時區 那如果聖誕老公公從東向西出發的話 那麼聖誕節總共會有31個小孩 不... 所以他就有31個小時可以去送貨了 好 各位剛剛的數據呢 要記好了 接下來要進入重頭戲了 在31個小時之內呢 這個聖誕老公公必須要送貨 1億零 800萬個家庭 所以呢 根據我們一系列的公式算下來 這個聖誕老胖子他一秒鐘必須要送貨給 967個人家 也就是說呢 在這個有小孩子 而且是好孩子的這個基督教家庭當中 聖誕老公公呢 大約有千分之一秒的時間 可以這個把雪橇給停下來 然後下車 然後跳下煙囪 然後在長桶袜裡面放上禮物 接著呢 再把這個禮物放到他們的聖誕書下 然後呢 再吃完這個家庭給他的小餅乾 最後呢 爬上煙囪跳上他的學車 繼續趕往下一個人家 各位 剛才所說的這件事情呢 聖誕老公公只有千分之一秒的時間可以去做 呵呵呵呵呵呵 所以各位 剛剛如果聖誕老公公真的存在 而且他活著的話呢 如果你是一個可以收到禮物的這個人家啊 那麼當聖誕節這天來臨的時候呢 哈哈哈 你會 你會聽到 家裡面 哈哈哈 你會聽到 你的家裡面突然發出 一聲 氣響 然後 哈哈哈 然後 然後 家裡面會 產生一陣旋風 好不好 像是疫症一樣 動一聲 很大聲 因為算是老公公 他必須要在 消毒疫苗的時間內 做到這些 就會引起 極大的震撼 跟極大的震動 也會發出 極大的聲響 有可能你家的玻璃都被他震碎 這樣現在已經 可以講不下去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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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剛剛這個很離譜的數據呢 只是剛開始而已 接下來還有更狂的 那為了計算上面 我們假設這個 10800萬戶 給家庭的位置 是相當平均的分配 在這個地球表面上 因為如果不平均的話呢 聖誕老公公會更忙 更難以送貨 好了假設很平均 那么每一户家庭他们中间的这个距离呢 是780公尺 那么圣诞老公公总共必须要 跑上7550万公里的这个总里程 各位听清楚哦 这个圣诞老公公在31个小时 在圣诞节那一天 他必须要跑7550万公里 那这中间还不包含他去这个吃饭啦 或者是尿尿休息的这个旅程 那各位为什么要去讲到这个总里程呢 因为接下来是扯到速度了 假设这个圣诞老公公在那一天 31个小时之内 他必须要跑上7550万公里这个总里程 那么圣诞老公公他的雪橇大车队呢 他的秒速至少高达650公里 那如果换存时速的话呢 更是达到了今天地气鬼神的234万公里 各位如果圣诞老公公真的存在的话呢 他的时速一定要高达234万公里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各种交通工具 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圣诞老公他的雪橇大车队 所以他的速度有多狂暴啊 所最后登场的是地表最快的超级超炮 Hanessy Vino GT 这辆超梦幻的超级跑车 尽管在被狂吹猛操之下呢 他的时速也只有可怜的435公里 相比他老人家的234万公里 相差了5379倍 人类含辛如苦造出来的最速极限跑车 简直让人感到鼻酸 再来是人类最强的战斗机 F35 那F35啊 不愧是战斗机 天生就屌打刚刚那台讲到的破洞烂铁跑车 他的时速最高的来到了惊人的 1930公里 我刚刚都讲到的1930公里 依然只能算是 飞铁 连生到老公公发的屁 他都闻不到 好了 如果战斗机还不够 那就派出电影 钢铁了 这个天才Tony Stark发明的钢铁装甲 最高时速可以来到凶爆的 5马赫 时速刹一下的飙升到了 5多少 5300 640公里 狠狠地凋打了刚刚讲到的F3数 一大盾 不过这一看在生到老公他的眼里 他老人家 笑而不语 因为就算是钢铁人 在他老人家的眼里 都实在是 圣诞老公看了一下 自己巡路大军的时速表 234万公里 再看一下钢铁人 他 5390公里 哇 差了434倍 连自己的灵头 他都不到 在坑等不足挂齿 简直 弱爆了 好了 这听在这个人类的耳朵里面呢 简直是奇迟大 人类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